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是他们提供的名字的方法 所以我的组织就是我, Ryan Chung,我们的主席 Jordan Trimble是现在的业内部剧 他也是上台主席 他贡献了他的第一次企业当他有23岁了 去Nugold在2010年 他介绍一下他的董事会成员 首先是他自己 另外是有一个中国人叫Ryan 是做财务总监 还有一个Jordan Trimble 是在另外一个右航公司的CEO 非常成功 刚才以前介绍过 就是Iain Carpenter的儿子Fred 还是Jim Jim是另外一个公司的CEO 也非常成功 Tobby是一个投资银行家 是DMP伦敦的一个大的投资商 还有就是Chris是另外一个公司的成功人士 所以就为什么我说今天都是豪华团队 这个公司的董事成员或者背后的股东 所以Nevada Nevada is the largest gold producing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80% of the gol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duced in Nevada there ar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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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ing mines in Nevada there is infrastructure there is everything in place you need to set it up in fact if we find enough gold we can send it to another processing facility thus saving us the money of building our own mine it's easily accessible and Nevada is ranked the number one place for mining by the Fraser Institute 首先他想介绍一下内华达 可能我们在座 在香港的人不一定知道 内华达是世界上产金 非常丰富的一个地区 这个地方是如果按国家排 它的产黄金产量都可以排到世界第四 所以在美国这个州有很多很多的金矿 在这边的好处基础设施非常发达 整个的冶炼设施也都非常的近 所以你很容易把你生产的矿生产成黄金 所以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投资黄金的一个区域 我们的主要是HOLO 这是一个设计的设计 从 Robert Giustra的产金 另一个名字的名字 他就是关于 Frank Giustra 这个设计是一个炒酸的 从水平 它已经被研究了 the back of the napkin number is about 300,000 ounces in a non-historical resource it's all from surface The best grades that we hit from a 2017 drill program were 133 meters of 1.3 grams per ton from surface within that 30 meters of three and a half grams per ton All of the drilling from the 2018 drill pro 2017 drill program hit mineralization we intend to go back to this property 这就是这个公司要上市的最主要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用用期权的方式获得 从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做黄金勘探的公司那边 用期权的方式得来 整个这个项目已经做过很多的勘探 比方说在过去曾经转了1300米的67个转孔 它的这个品位呢1.3克吨的这个品位 就是有133米的厚度 所以规模足够大 后来呢在有一个2750米的这样的就是出入品位呢 高达8.6克吨的这个品位 这个框的类型呢是卡链形 可能做黄金的人知道 卡链形呢是非常世界上著名的这个框的类叠 所以呢它可以有很大的这个规模的框 我们是完全公司的 我们可以用77个转孔的转孔 我们可以用3个转孔的转孔 我们有水的材料 我们是3.5个转孔的转孔 我们是1个转孔的转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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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roads right up to the property there's a rancher that lives on the property that will provide us with housing diesel fuel and water making work and exploration very very inexpensive as everything is already on site 所有呢做勘探这些需要的 你比方说像许可 他们77个转孔的地方呢 都已经得到了许可 每个许可的点呢 可以转3个转孔 所以呢公路 水 电 这些呢都是非常方便 他们离那个内华达 大家可能最知道的是赌博的地方 是那个 离这个赌城呢 只有三个小时开车就到了 这些呢非常方便的 进行矿业勘探的区域 我们是在他们矿区的南边呢 十英里的地方呢 就是世界上另外一个大型黄金公司 叫Canrass的一个生产大的金矿 就在那地方 现在是职内华达国 Danke 关键永远没有了 ces states的金颈 出 Gold Corp is now merging his company with Newmont to create the world's largest gold company. So everyone now is kind of getting back into the sector. Merges are happening, things are happening, and I think it's the right time for a new fresh gold IPO. 大家可能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呢,很多在矿业投资中间的资金呢,都离开了矿业市场。 所以到2018年的时候,整个矿就非常的低迷。 所以它是在最最低迷的时候,它自己组建了这个公司,黄金只有1180的时候。 所以到现在1300美元一盎司左右的时候呢,现在是应该做IPO的时候了。 并且呢,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大型矿业公司呢,都进行了并购。 特别是像我们刚才提到,Iain Taffer正把他的黄金公司跟牛蒙特公司, 这是世界老二跟老三的合并。 所以呢,就是说是非常大的影响力。 这是我们看到的。 如果你在矿业投资中间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最近的黄金并购方面的事情。 所以最近要做黄金类的IPO是恰当欺识。 我们有一个第二个资产品,这个是100%的的资产品。 同样的公司,Ellegiate Gold。 我们称为这个项目的《Sleeper Project》。 我们说这个是因为它不太多企业。 但历史上,这个区域有327,000尾金。 15.7万尾金的铁。 我其实从一些人的资产品的资产品, 在这些资产品上的资产品上的资产品上的资产品, 那些资产品是不太远的资产品。 我看到这些资产品的资产品有400,000尾金的资产品, 并且20万尾金的资产品。 这就是一个资产品, 这一项目的资产品价值得购买。 然后,当铁的资产品参加回来, 这会会很棒的资产品。 这个公司的第二个项目叫Slipper Asset 这个也是同一公司用期权的方式获得的 它基本上不用花钱 这里面有一些资料 你可能看到好像没有很多的矿 但是历史上这个矿根据它最新获得的资料 已经生产过40万盎司的黄金 然后银也生产了2000万盎司的银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区域 所以这两个项目组成了整个公司的目前的资产 Once we complete this IPO in the next week or two We will have 3.2 million dollars in the bank which will be enough money to get us through the first two years of our exploration program We can accelerate spending if needed if the price of gold rises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I hope you will pay attention to Barron Mining 我们大约是两个星期以后就在多伦多上市 上完市呢我们就会募集到330万美元 然后呢整个能让我们在所有应该勘探的区域进行详细的勘探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关注我们Baron Mining这个公司 石神意成器 准备 是三个星期以后 请しかiskim upper Neo1 ���諸的瑤�定食 帮仇 �cob 没 det 结 sacr不知 Bel mango impart